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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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来来 这边这边 实力确实恐怖 不知能否一坐 小爷 小心些 此人实力极为恐怖 阁下想坐就坐 在下正好要走了 你连风雷北阁三位长老部下的九天雷狱阵都不怕 难道还惧怕老夫不成 是吧 小颜 是谁啊 听到了吗 这就是小颜 小颜 是啊 他就是小颜 那另一个是谁 不知道啊 看这情况 阁下究竟是谁 老夫 废天 废天 凤雷北阁阁队 晚安 怎么回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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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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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光是灵魂体都有这般实力 想必生间定是斗尊界别的强者 不过世间只是没有如果 不管你生前何等风光 现在只是一具灵魂体而已 小子 识相的话就乖乖交出三千雷换身 和你所修炼的功法 曲曲八星斗总也敢这般张狂 硝烟 我来拦住他 你先走 放心吧 只是拦住他一会儿而已 这一点老夫还是有自信的 我那枚纳剑上有我的灵魂印记 但我摆脱他再与你会合 今日不论你这灵魂体如何阻拦 那小子都逃不出老夫的手掌心 这家伙竟然达到了自身斗气 与天地能量互相污用的地图 老夫倒是多年未与人交过手了 今日便让我来试试你的手段 这老家伙 先前似乎能锁定我的位置 只怕就是四眷眷州 才暴露我的方位 堆吧 前 前辈 皇上 那家伙要不了多久就会追来 前辈 前辈 您 没事吧 我 我能有什么事儿 那 您的脸 脸 什么脸 那老家伙也不过好不到哪儿去 你赶紧跑吧 我去回你去看 我去试了吧 月 你 说 下海 Hidden 小看老夫我了 三千雷換身 先 不用硬拼 拖住他們就行 放心 那老傢伙應該是去追那四卷卷軸了吧 那東西果然有問題 他的氣息確實是朝著另外的風向去了 看來是擺脫掉 小心 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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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說過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哼 看來你是不想要三千雷換身的卷軸了 卷軸會回來的 你 也逃不掉 這傢伙的氣息跟之前比弱了很多 現在的他 頂多也只是一名六星鬥宗 三千雷換身 他是廢天的分身 看來你對三千雷換身有些了解啊 前輩 恐怕的老降臨儘快解決他 若是等到那本尊趕過來 想要逃脫就難了 這分身的實力明顯不是前輩的對手 看來只是為你纏住我們 你廢天的速度 恐怕要不了多久 便能追上郡舟趕過來 走 走 走 yes 沒有 別 这分身是灵魂所明 前辈 将您的力量寄给我 好 羽 羽 羽落心眼 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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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死 既然是能撞手灵魂的羽破心眼 他怎么会有 羽 羽 不 羽 小子 老虎天叫取我姓名 这个视频 没想到 误打误壮之下 他的灵魂气息 竟然能让我解除三千雷换身 老家伙 多谢馈赠了 终于摆脱那家伙了 这飞天的实力着实强悍 恐怕只有毁灭火炼 才能对他造成危险 可现在有的化身火 也只够施展一次了 得找个实际 好好修炼一下冬炎君 三千雷幻身 以前的三千雷动虽然玄妙 却远不及飞天施展的三千雷幻身那般 凝聚处的分身具有自主意识 而且 三千雷幻身需要三千雷动 修炼到最高层次 方有几率凝聚而出 此功法对灵魂的要求极为严苛 怪不得风雷阁里 也很少有人能修炼成功 入威 灯堂 大乘三个等级 每一级差距极大 若能修炼大乘 实力能与本体相当 那飞天的分身 应该是灯堂境吧 否则即便我有陨落心眼相处 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将他的分身击溃 以星御星 魂流于影 看来 必须要在残影出现的那一杀 将一丝灵魂流于其中 只是 那时速度迅猫 怎么可能来得及在其体内留下灵魂 一次不行就一百次 一百次不行就一千次 定要将之修炼成功 Teddy 这三千雷动 倒是越来越熟练 但是分身的凝聚还是不行 这地阶斗技 果然不是那么好修炼的 天目山脉也应该快要开启了 我得早日动身才行 这次来得倒是挺快 小子 伤我子民夺我离火简直最无可输 今日你休想多着走出这片森林 你说你一个战胜为王的统领 何必为了一枚无相躲 苦苦追杀一旁 这样做 岂不是有自己的身材 小子 你只会躲吗 你个不是死活的 敢偷袭老子 成 成功了 多谢了 看在你帮了我一次的份上 便让你继续安稳地做你的山大王 你小子 别走 天皇妖翅 天皇妖翅 你认识他 天妖皇族若是知道 你炼化了他们族人的翅膀 恐怕这世上就再无你容身之地了 来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 女儿 你我识相 就趁早给老子把无相躲交出来 不然的话 天妖皇族在魔兽界的食物链中 属于真正的顶尖层次 常年的天妖皇大多是在七界 其中的佼佼者 甚至能达到八界的恐怖地步 这一族的数量虽然不多 但在斗鸡大陆上的地位却很高 天妖皇族的人 在临死前都会回到其族内的祭坛中 等待死亡 因此 其身上的一切东西 外界都是极难获得的 即便得到了 若是被其族人发现的话 那下场 看来当初的那句神秘干尸 便是这所谓的天妖皇族之人 此言的血脉能够压制天妖皇的精血 其本体必然不简单 这魔兽界中 还有其他族群能与这天妖皇族抗衡 据我所知 有两个从远古便存在的族群 可以抗衡他们 一个是九幽帝鸣马 另一个是太虚古龙 这两个种族也极其恐怖 特别是太虚古龙 十分神秘 据说 他们能够随意在虚空中穿梭 是最完美的旅行做起 最为可怕的是 听说这太虚古龙 是以天妖皇为实 在虚空中穿梭 难道子言他属于这支族群 毕竟他的一些能力 就与空间有些关系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这个就还给你了 另外 今天的事希望你能保密 否则 您放心 我沧浪王的嘴可是最严的 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 千万别被天妖皇族发现古义 否则 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 看来这古义 不能轻易在人间显露了